六甘宮這齣營業中用版化儀館宿舍定新的規定 六甘宮23日開始在日葛早43處的儀館宿舍 需要限期改善的數量有34處 包括營造工地獄賬 累積查博14處 有3間是經濟行務不合格 主要是沒有分稱分流的確信 主要一間是建議屬行不合格 要求將儀館最下半的時間來計劃 我們共查查了43次 當然這43次裡面包括了298家企業的移工在裡面 那覆查下來有30次的移工試測 必須要做覆查不要做改善的部分 那這34次裡面共有266家的移工 在這樣的一個宿舍區在宿舍車裡面 那另外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就是我們公共工程裡面的施工的工地裡面 因為它一樣有移工 一樣有移工宿舍 所以我們共查查的14次有3家是不合強制項目的部分 這不合的項目都是分倉分流的這樣的一個缺失 另外一個部分有一個是因為它希望建議它能夠把這個移工上下班 可以彈性交錯的部分 其有好友 方言不分國籍 雖然黨員一定要嚴格管理宿舍 評判因為感染作為社會恐慌 對英文竟然是重大損失 所以特別宿舍應該評判阻止 南南作為大 當時加強潛結效果 擔心我們郭文吉和喬邦參與共播的